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事件或者是状态 让你的父母或你自己发现 你的学习能力其实确实有过人之处 我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当时因为上数学课 那老师在黑白上面教家法 那我就有一点举手 要问老师说 可是老师你说一加一等于二 那但是我们知道在二进制 二进位里面一加一是一零 并不是二 所以这是不是实进制还是什么 那因为其实小学还在学术感跟量感 可能还没有学到就是不同的进位系统 所以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就说那上数学课的时候 你就去图书馆看书就好了吧 是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那可能就是我对于 尤其像数学上面的兴趣 可能确实跟同班同学不太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在图书馆 等于是缺少了同侪跟你一起学习 那会让你感到孤独吗 当然因为图书馆当时 因为是上课时间不会有别人在 对那但是当然有很多书 那后来就发现说 等到我十二岁接触到网记网路 那就不是只是看书的书了 也是书写的书 等于我在看什么的时候 同时也有人继续在书写 那我跟这些有人在书写的朋友们 一旦搭上线之后 他就不会管说我才十二岁 最后才十四岁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创作 那那个时候之后就没有什么孤独感了 果然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其实在十二岁之前 你已经写出程式了 大概是在我看资料 是你八岁左右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你怎么会去想要写程式呢 对是在家里面 有程式设计相关的书 那我看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脑 所以我就自己拿原子笔画一个键盘 然后再用铅笔去画出电脑的反应 所以每天醒来就会按CLS Enter 然后拿个橡皮擦 把那个铅笔都擦掉 就是因为CLS是清楚 所以你等于是用纸笔的方式 来学习程式设计是这样 因为就像一个建筑设计师 他也不一定要去弃那个建筑 他也可以在纸上就画出 他的建筑的想法跟草图一样 程式设计其实最主要还是那个运算思考 就是你怎么想一个问题 把它拆解成一些段落等等 那这个跟我们要写一篇很长篇的文章 是很像的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用电脑 但是当然我这样子用就是纸笔写程式 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爸妈就受不了 最后还是帮我买了一台电脑 你在德国待了多久的时间 只有一年 只有一年你的德文可以讲得这么好 就是还行 当时 很厉害了 然后法文也好 那是法国边境 所以多少要学一点 英文也好 现在主要还是用英文 有点不可思 因为你说你是十几岁才开始学英文 十五岁 十五岁才开始学英文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你接受外媒的访问 不但是意思的表达非常地到位 而且潜词用字也很精准 这种学习语言的能力 你是什么时候发觉自己可以学得很快 而且你有什么诀窍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想最主要就是要用那个语言思考了 你很容易转快吗 对 就是像我学英文十五岁的时候 是因为我接触到一个叫Magic的Gathering 魔法风云会的纸牌游戏 那这个纸牌游戏的一个特点 当时几乎还都没有中文翻译 就是它有些非常难的字 所以一个简单的像Counterspell这个字 它就会有什么Anulation 什么Dissipate Abeance 这都是GRE等级的字 那些反而是我的Native Vocabulary 就是我刚选英文就是接触这些字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就是用英文思考 因为在里面的每一个牌的名称 它组成一个Deck 就是一个套牌 那以及这个套牌跟别的套牌的互动 那所有这些都是用英文定义的 那它不会让我觉得说 好像我一定要文法很标准 或者是说我要就是循序渐进考多少分 我才能学更难的词汇 基本上就是随时那样子的一个 就是套牌的社群吧 正在讨论什么事情 我就开始去学那些字 所以同样的也是所谓PBL 就是解决问题导向的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我能不能请教 你像看这样的一本书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如果是只是要知道里面的剧情的话 那大概就是快速地翻过 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 这里面四百页 对然后睡一觉 睡一觉起来 那大概里面的主要的关键字 就会在脑里 但是我不是这样看小说的 因为这就好像说 如果你要去爬玉山 那你做个直升机上去 再回来也是爬 但是那个过程就没有了 那主要还是要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书 我是慢慢一页一页看的话 大概也要两三个小时左右 才能够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那什么样的时候会让你想要快速地浏览 然后去睡觉 把那个data放在你的脑子里 什么样的时候会让你想要 慢慢地去咀嚼它 我想文学性的 大概都是慢慢地去咀嚼 因为我在快速看的时候 脑里是不发出声音的 我觉得这很难念 是 对一个好的译本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 让你发出声音的时候 是enjoyable 是让你开心的嘛 那但是如果是纯粹知识性的东西 好比像说一篇论文的话 那对我来讲看的时候不发出声音是比较节省时间的 你那个不发出声音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么做 大概是半自觉的 就是一方面在看的时候我会看到说 那我心里有一些判断会生气 把自己的判断稍微把它放下来给它一个空间 但是不让它干扰我的阅读 这个是要画一些自觉的 但是如果心里没有判断生气 就只是一页一页翻的话 那一部分倒是自动的 然后你就去睡觉了吗 对 睡多久 八小时嘛 但如果很困难的书可能九小时 我看了那个Tenet天冷之后睡了十小时 对但醒来就剧情都很清楚 请收看唐凤的美人书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